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绿电 她也说如果没有绿电的话就没有台积电 所以她绝不容许任何绿电蟑螂的出现一定会彻底来扫除 好啦 所以赖当选才要来拔光电蟑螂吗 好 这个蔡英文怎么说呢 她说能源转型虽然有波折 但是绝对不走回头路 任何个案该查就查 不会忍受害群之麻 而排斥绿电就是排斥台积电 民进党不完美 但仍然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要继续蔡英文路线 那就要票投赖清德 好啦 两个都说要拔除光电蟑螂 问题是你们现在不是正在当总统跟副总统吗 好 网友就说了 林荣忍的话那现在就可以查了 你现在就把赖品语给开除党籍的话 那我就相信你了 好 你现在不是副总统吗 你现在就可以做了还敢说未来呢 蔡英文制造的蟑螂难道赖清德说他要消除 你相信吗 好 网友也说绿能蟑螂啊 这个说别人是蟑螂 那前八年不做现在是在干嘛呢 所以看来网友似乎是不太相信 如果赖清德上任的话会所谓的拔除光电蟑螂 好 谢龙介说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七年半了 在台南的执政更是长达三十年 本来就有很多的光电蟑螂 赖清德都不扫除 还要选民再把票投给他 他才要来抓吗 光电蟑螂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再把票投给民进党的话 那赖清德会抓吗 谢龙介非常的质疑 好 来听郭正亮怎么说 他说赖清德不是叫黄伟哲跟议员通通都要起立 鞠躬九十度来道歉吗 道歉什么 难道现在全都忘光了吗 赖清德现在是党主席 以民进党在台南市议会的实力可以发动改选 让邱莉莉下台 对李全教当时强硬到232天都不进议会 邱莉莉竟然停权就没事 为什么不开除党籍呢 他的故居这么小的事情都能处理到变成一件大事 难怪人家都认为赖清德的决策是既专断又固执 好了 所以赖清德现在把一切通通都甩锅给了 在野党来抹黑台南 但是我们看到从卢扎案爆发 是在赖清德的市长任内 爱将陈宗燕不是也是在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接受厂商的招待吗 到这个被检警监听到卷入光电力 还有这个议长会选的邱莉莉 当初不也是赖清德拉着他的手来陪他选举 要大家支持邱莉莉来当议长了吗 到底是谁害得台南被染黑的呢 德卫委员你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真的很厉害啊 当他受到攻击的时候 他现在就把整个台南拖下水 我们想请问过去这将近三十年 是谁在台南市执政 过去的台南市是大家口中的文化古都 是历史的名城 在台湾拥有许多重要的遗迹 跟过去重要的文化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民进党在南部的执政 尤其是台南 我想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当时赖清德执政 所造成了许多的弊案 或许在当时被掩盖住了 被cover住了 但是后来中原只包不住火 就以陈宗燕为例 我们想请问 当时是谁一手提拔陈宗燕 不管在台南市 或者后来赖清德 到了中央担任行政院的院长 我们想请问 是谁一路拉拔陈宗燕 当然是赖清德 而到了最近 终于爆发出来 让大家看到了 陈宗燕过去在台南市的时候 接受相关业者情色的招待 所以当然这个时候 赖清德必须断尾求生 马上划清界限 而陈宗燕也就乖乖地 自己持官回家了 但是在这个部分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不叫做船过水无痕 而是一点一滴都留下来了 而这几天当然最热门的是 是赖清德自己以前的亲信 出来爆料 表示赖清德过去在 这个台南市议长的选战当中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甚至于找金主来帮忙协助 处理相关的市议员 让他自己的人 也就是过去的邱美会议长 能够当上宝座 所以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 李全教担任议长的时候 你是一个态度 但是后来的赖美会 甚至于现在的邱莉莉 我们想请问赖清德 你不管是担任台南市的市长 或者是到了中央担任行政院院长 副总统 你的标准态度是一致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只能说 台南人有非常多好的 善良的群众 而不是都跟赖清德一样 赖清德现在只是想要 把大家拖下水 我们也奉劝赖清德 你自己所做的一点一滴 都留了下来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还来陷害台南的乡亲 我想这两年以来 尤其是88枪的枪击事件 还有后来的光电相关的弊案 都让大家非常对于贪腐 深恶痛绝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奉劝赖清德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被翻出来的 面对民众质疑 民进党的非核政策 是不是引发了 后续的各种光电黑金问题呢 赖清德就说了 等到我当总统 地方推动绿电受到了阻碍 那就由中央来做 责任由中央来扛 绝对不会容许 绿电蟑螂的出现 一旦出现绿电蟑螂的话 它一定会彻底的扫除 可是民进党在台南 可是执政了30年 所以赖清德 从台南的国大代表 当到立法委员 当到市长 一路当到了行政院长 当到了副总统 过去的绿电蟑螂 赖清德 为什么都不处理 都不抓 都不解决呢 难道是他当这些官位的时候 都没有能力抓吗 那现在他说 要把票投给他 让他当总统 他就要来拉绿电蟑螂了 所以他当了总统之后 真的会抓绿电蟑螂吗 难道他当了总统 就有能力抓 就会来兑现他的支票吗 历史哥怎么看 人民可以叫官员道歉吗 可以叫官员下跪吗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态度 有没有 他说他同学下跪 说我们是跟你跪 同学可以叫官员下跪吗 这样对吗 这是赖清德的态度 所以你说他很劈烈 市长站起来 议员站起来 理议站起来 我们把台南市民会失礼 有啦有破例了 破例破在前面 有破没例 为什么后面完全无理 有改善吗 没有任何改善 现在抓着抓着 从来说哎呀 88枪上 都是谢龙介的人 这到底怎么连结的 检调都连结不到 他可以连结得到 那邱莉莉被抓 这事情更扯 邱莉莉这个会选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光前进就1000万 后谢2000万 这个都不要讲 甚至有议员当街 被请上车去讲话 那最扯的是什么 邱莉莉当时只有50万交保 结果主任检察官 被大家骂的说 你这50万交保也太小了吧 对不对 结果他主播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主任检察官 自己请辞啊 换人 结果搞多少 嗯 交保很多 三倍 150万 他光钱金 一个人就要1000万 你该150万交保 更扯淡的是 不限制居住 不限制出境 然后呢 还跟台南市的市政府 一起出去玩 去日本 当时这个台南机场说 跟陆尔岛签了这个对航 通航之后 这个黄伟泽飞去 结果邱莉莉也要飞去 那个行程公告出来 记者跑去问说 哎 市长啊 阿卡 乙长 他这不是那个会选案 你们要一起去吗 他说 没有 只是刚好在一起而已 这种瞎扯淡到极致的说嘛 他都可以鬼扯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台南这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也无怪乎啊 就第三点嘛 谢龙介为什么在这里选 会只输5万票嘛 因为人家谢龙介 真的是一箱一脚运去啊 多么的扯呢 那时候选输的时候 我刚好 因为我都会去台南白河那边 我们老家在高雄嘛 台南白河那边 有一间那个 店妈靠妈祖廟 去拜拜 竟然就遇到谢 当时又遇到李文格来谢票 所以人家真的跑很勤 这么巧 台南这么大 我就遇到 所以这真的是都可以稽查的 也无怪乎 他可以搞出光电豪宅 你看当时邱莉莉 宁治展郭再青 全部住在同一间 是这个样子 不过刚才这个 他总部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说 这跟非核的政策有什么关联性 我们来解盘一下好不好 我帮大家复盘一下 记忆一下 首先呢 这个光电要推展 它一定要有一个电力的缺口 那什么样的缺口 是让你不得不用光电 而且呢 还可以取代 它可以质地有生的 因为我们知道 核电现在被列为就是绿电 那核电就是怎样 就是低碳 低碳排或者是零碳排 那只好用什么 相对零碳排就是光电 所以光电的前提 就是先被核电 这就是民进党的政策链接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我想各位观众都有眼睛思考 然后再来呢 那废了核之后呢 总要有人来承接 这些光电的需求嘛 那是谁呢 你干嘛推我啊 谁啊 云豹小公主嘛 对不对 在赖品渝啊 赖品渝他为什么那么嚣张跋扈 他为什么明明他去 假摔记者 然后说是记者推他 因为他这云豹背后 赚翻了嘛 他老爸云豹老董 对不对 赖敬林 这个新潮流的药角 抖内多少 云豹小公主 抖内多少 不说 连他男朋友都有份啊 他男朋友今年也是 这个参选什么 民主大联盟 在苗栗参选嘛 真文学嘛 那云豹赚到什么程度 我会给大家一个数字 上半年 根据工商时报的报道 上半年 营业额50 25.59亿 成长 听清楚我 50.79% 年增率 21倍啊 超强企业 在我们今年经济成长率 主技术统计出来 只有1.42% 然后呢 INF说只有0.8% 新载银行说 只有0.5%的情况下 他年增率21倍 EPS啊 这支 买这支 我们贪四 3.55元 这么扯淡的事情 他公然给你看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高端 完全是另外一个超市 的这种状况 然后呢 他把这些钱 还拿去政治现金 拿去这个 把钱拿去给他们做绑标 好 再来 再来下一个 那你有了光电公司 是不是要做地方的 光电的标案 地方光电标案 就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一地五吃 怎么叫一地五吃呢 郭寨清这几年 怎么发财的 你说这个跟炉渣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来 我解盘给大家听 我郭寨清 或者相关的人 我先用个人头 去租一块农地 租完农地之后 把里面的土方 给卖掉 优质土方 因为那是农地 接下来我去标炉渣 因为我们知道 清育炉渣的费用 非常的贵 我把炉渣给埋进去 所以才有重金属污染 填平之后呢 是不是 这个一地 所以你看哦 土方先赚一手 炉渣赚第二手 再来呢 上面盖一个工厂 盖一个农地工厂 上面加盖太阳能板 所以太阳能板 稳定出租 赚光电差 第三手 第四手呢 这一个建物 还可以拿去抄袋 第五个呢 因为盖了光电板 不能直接拆 里面还可以什么 事业废弃物 还可以存去去当仓库 或者就真的租给人家 一地五六次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这有多框啊 这就是光电的黑幕 这就是赖清德的命根子 所以你说 它只能不反合 它只能不光电 它只能不88枪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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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